要说到娱乐圈的打女杨子琼啊 说她男朋友也有了 怎么就不结婚呢 眼瞅着年龄啊 一年比一年大了 可不是嘛 人家现在啊 主要是忙事业 关键是人俩感情一直都平稳定的 所以说今年节还明年节也没啥大区别 国际隐形杨子琼在香港出席护肤品牌活动时 表示刚刚去了非洲 宣传道路安全工作 但一直都在筹备当中的婚礼 却因为与未婚夫各有各忙 而一直未能举行 杨子琼表示今年还要到六个国家圈权道路安全工作 加上将要接拍一部大制作电影 因此婚礼今年不可能成事 刚刚才在说 可能因为是我自己呢 很计较 因为我觉得呢 如果是结婚的时间呢 我一定要是找到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就是不是说 OK我们现在进去的registry那里 那里签个名 那么就结了分 要是开一个晚会 大家来吃饭 那么就结了分 就是我要想 我们两个真是很努力在想 是怎样搞到它呢 我们真是会是很 很memorable的 你一生一世都会记得 啊这件事是真是我们 你以为我们认识了这么久的 我们一生人最开心的 我最有回忆的 我一刹下我 但是 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我们好笑的 我们真是在那儿看那个calendar的时间 那这个月呢就是我走的 下一个月呢就是离走的 然后跟着呢我们就我们就 我们已经数到成十二月了 嗯 那我们说十二月不得了 十二月是Christmas来的嘛 没有理由用Christmas去做这一样东西 嗯 不知道明明 另外 谈到他之前为马来西亚总理拉票 而被当地人民碰制为傀儡 并深深要罢看他主演的电影 杨慈彤表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已经解释过 因此不想重谈 而被问到 有没有与当初他介绍给钻石王老五李泽凯认识的梁洛斯联洛斯 杨慈彤表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对方 没有见过去 嗯 很久没有见过去了 真的 好像你们知道他的消息很多 我等一下会慢慢问 那个消息是什么